罚球 推后场 石雨琪赢了 石雨琪再次战胜了 日本第一人啊 这是2020澳大利亚公开赛 中国一哥石雨琪 对着日本一哥男娘刚刚大 在上次的丹麦赛中 石雨琪险些遭到对方的第一转 而这一次两人一轮打出精彩对决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描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 我们的直播间会准时开播 第一局比赛上来 双方来到11比1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对决 直接杀出戒了 还容易得分 好的 挑叉蹦的真高啊 石雨琪现在的状态太好了 火航啊 黄金秋石雨琪也能够得手 太犀利了 所以我说现一出的安赛多 没有人可以稳压石雨琪的 festival 打崩都还能够出战吗 不好意思 打崩都还能够出战吗 我还能够出战吗 下一次 要求太高了 这种球是空中才做的动作 然后直接刹出去的 哇 滚网居然也能够接到 这个滥梁的防守太混了 乌鱼路好球 滥梁冯大真能防啊 好的 时雨期这种放往后的披萨 它确实是漂亮 你真的很难一直防得住 王天球那两也完全不是 时雨期的对手 最后 所以时雨期也没有那么容易 就击败它 第二次比赛 蓝梁后半段也是突然发力 结束之后比赛就能马上开始 这个披萨速度确实是快 好的 时雨期就是打这种连续的弱点 又是杀追身 直接拿到比赛的局点了 最后 最后 时雨期 这种连续的事物 来得轻松来到第二局 把比赛 拖入到决胜局 决战区的比赛两人依然非常胶着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对决 试一奇这个P刹锁得非常快 试一奇这P刹又是出击了 试一奇的球感觉各个都是在出击边缘 这还是要求太高了 又是一个GY 都是自己失误 而且是在这个回合刚开始的时候 就对方没有消耗掉任何体能 就拿了这三分 这是最不划算 终于杀到了一排 这个球真的是送分了 再来一个跳沙 试一奇的进攻以往真的非常强 我的天 那样这个防守反击真的是厉害 这个球也没有明显讲得住 所以奇直接吃破了 奈良这个防守真稳啊 好的 漂亮 连续的P掉 试一奇再次追平了比分 压住反手 控往前 没有太好的机会 还是先控住 奈良的P掉 也是出现失误 这个失误太致命了 要是一个失误啊 实语奇直接拿到赛点了 好的 直接成功得手 实语奇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啊 英交的实语奇也是激情落后 确实这场比赛真的太艰难了 现在看实语奇夺冠 真的稳了 都没了 它是一场比赛的 胜利啊 没有太厚的 现在我们现在就会发出了 结架了